南投县议会日前举办中原扑都的仪式 在议长和胜丰率领多位议员及议会全体同仁的祭祀之下 祈求南投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另外大院率议员 法定议员 林芳瑜议员 蔡宇柱议员 王彩云议员 陈苏惠议员 张志明议员 廖紫佑议员 石庆龙议员 建议给我们全体同仁 境避向花收购 生励 严严贼 来风景 博议员 赶紫佑议员 议会同仁 加安得极 分管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县员 赖燕雪也到场参加祭祀仪式 也希望在议长率领全议员同仁以及全体员工的诚心祈求之下 意识运作能够顺畅 南投县能够合尽平安 今天是我们中文报道 议员率领到我们全体的议员 以及议会所有的当事当人 广东都很兼顺来在这参拜 准备到我们的香花收购 跟我们的礼品 供品 来来报道我们的众生好兄弟 希望可以保护我们未来的今年都可以大家家庭幸福美丸 我们也常常在说一句话 有才有养 欺败有保护 总是用最健康的心在这里祈求拜拜 希望我们的保护人员可以来胜量 农历契约是台湾传统普渡十方六路众生的月份 议长何胜峰以及议会全体同仁 也依寻传统准备祭品普渡十方六路众生 祈求今年能够议事顺畅 南投县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记者陈唯一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 是的 南投县风调雨顺畅 请示采访